请听第九十九集 燕太子回国目刺客 战国后期 秦国更加强大 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秦国首先灭了韩国 接着又攻打赵国魏国 在秦国伶俐的政治和军事公事面前 各国君主都感到主身难保 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可有一个人 他不甘心就这样失败 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以此力挽狂澜 这个人就是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 受尽了屈辱 把乔庄打扮 混出咸阳 一步步走回燕国 他知道秦王正有吞并天下的野心 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阻止秦王正 燕太子丹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收留和秦王正有深仇大恨的 樊无稽 樊无稽 就是传西讨秦王的秦国将军 太子丹的举动 惊动朝野 第一个赶来阻止的 就是燕国太傅 太傅 拜见太子殿下 太傅请起 太子殿下 樊无稽 乃是秦王的大仇人 太子 为何还要收留他 樊将军和秦王有仇 本太子 也和秦王有仇 收留樊将军 将来可以用他对付秦国 太子此言差语 秦国乃虎狼之邦 如今正向方设法 吞并列果诸侯 太子收留秦王的仇人 岂不是引火烧身 那你要我怎么办 以为臣之见 不如把樊无稽 送到匈奴 让他自生自灭 那怎么行 樊将军 遭逃无路 才来到我门下 我死也不能 做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 太子 做任何事 都要三思而后行 正所谓 事必成而后举 身必安而后行 太子这样做 岂不是飞蛾扑火 以卵击石吗 难道 难道就这样忍气吞声 苟且活命吗 那我还不如死了好 死了也是含恨就全 太子 以为臣之见 要想对付秦国 还得重举合纵抗秦的大旗 联合处赵魏齐 一起对付秦国 本太子 何尝不想如此 只是列国都侯 畏惧强秦 各自也都心怀鬼胎 几次合纵都毫无结果 何况 我英国国力单薄 凭什么号令都侯 太子 违今之计 就只有这条出路了 若太子愿意 为臣愿以老麦之身 游说诸侯 共举合纵抗秦的旗帜 太夫的想法是很好 可要把诸侯联合起来 不只要等到何年何月 而我这颗复仇之心 日夜都在煎熬 我等不了那一天 我要用自己的方法 来对付秦国 太子又何良策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秦王政 只要干掉他 秦国就猖狂不起来了 太子是想 刺杀秦王政 既然太子决心这样干 维臣理当全力辅佐太子 太夫有何高见 要想刺杀秦王 必须有一批智勇双全 胆量过人的勇士 为臣知道 有两个人 虽不是最好的 但可以先招募了 他们是谁 一个叫宋义 一个叫夏福 太好了 请太夫先把这两个人请来 我要重用他们 遵命 秦国大军四处征战 芒国秘种的阴影 始终笼罩着燕国 可燕国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 却偏偏聚集了许多忠义之事 在一个酒馆的角落里 一个面颊消瘦 皮肤有黑的汉子 披着一头乱发 正在忘情的积注 注 是当时最难演奏的一种乐器 只有一流的乐师 才敢演奏 在这个乐师旁边 坐着一个神情凝重 面无血色的年轻人 他端着一杯酒 侧耳聆听 全身心已汇入乐声之中 这个基督的汉子 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乐师 高建梨 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 就是著名的建客 荆轲 传见去国系 浪有八方 去冉冉冉系 映我悲光 自古无人系 空悲伤 京哥兄弟 京哥兄弟 你怎么了 京哥兄弟 我没事 我没事 只是听到建离兄的助声勾起往事来 心中难过 可惜京哥兄有一身本事 却无法施展 如今这世道 只怪我们生不逢时啊 不 乱世出英雄 总有一日 我京哥会做出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 京哥兄 算了吧 你本是魏国人 可连魏国的国君都不赏识你 何必自寻苦恼 反正魏国已经变了 你现在是报国无门 我们燕国也撑不了多久 到时我们一块做王国奴吧 天下之大 竟没有一个贤明的君主 赏识我京哥 哎呀 京哥兄 如今东方六国的君主 都是些只图自保的昏君 过一天 算一天 辅佐他没有什么用啊 唯一有成就的君主 就是秦王政 可他是个暴君 你肯去辅佐他吗 反正我高见离 不会去的 哎 不说了 我们喝酒 哎对 喝酒才是大事 来 干 干 小儿 酒干了 拿酒来 来哦 我说 二位大爷 对不住了 恐怕二位得到别处喝去了 嗯 什么话 你怕我给不起酒钱 就算给不起 我高见离把柱当给你还不成吗 哎呦 二位大爷 别说笑话了 不是小人不肯把酒卖给二位 而是小人 呃 不敢卖了 这是可以啊 大白天的 你们不做买卖 不不不 二位不知 呃 你们 请请卖面 赵大爷来了 啊 啊 二位 二位 每天这个时辰 赵大爷都会到小店来喝酒 其他的客人都要匆匆离开 你们看 眼下小店就只有你们二位 其他人早就跑了 这个姓赵的是何许人也 如此霸道 哎 这个赵大爷啊 本名叫赵一刀 练得一身好功夫啊 自称天下无敌 呃 凡是有人和他鄙视 他只需一刀就杀了对手 在燕国没有人不怕他 二位 你们还是躲躲吧 啊 既然如此 金离兄 我们走吧 哼 你一个贱客怕他 我这个乐师可不怕他 我高建离偏要在这喝酒 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哈哈哈哈 金离兄不走 我金客也不走 大不了待会儿一块儿死 反正这个世道活着也没啥意思 对 就看看哪个先死 哈哈哈哈 二位大爷 二位大爷 待会儿要是出了事 您可别怪我没提醒二位啊 没事 你去准备一副棺材就是了 我看这二位啊 待会儿都活不了 还是准备两副的好 喂 你们两个快滚出去 赵大爷要在这喝酒 他喝他的 我喝我的 没碍着谁啊 你们听见没有 赵大爷把这包了 你们快滚 好啊 包了好啊 我高建离 今日正好没带钱 你们先把大爷我的酒钱付了 都躲开 都躲开 大爷我来了 你赶紧走吧 是哪两个不怕死的东西 在这儿胡闹啊 我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他们说你叫赵一刀 杀猪时只要一刀 就能杀死了 不是杀猪 是杀人 哦 对 是杀人 既然知道我的名气 就快滚 我免你们一死 要不是看你们喝醉了 我绝不饶你们 你说什么 我喝醉了 我荆轲喝酒还从未喝醉过 你是荆轲 对 他就是荆轲 而且他杀人只需用一剑 荆轲 你时常对人说 天下所有的剑客 你只佩服 盖涅一人 是吗 盖涅剑术高超 荆轲自然佩服 对 概念 乃当今天下第一剑客 我赵一刀 也佩服 可今可你 我赵一刀不服 你想怎么样 我 我想一笔 是不是 看看 是你的剑块 还是我的刀块 自然是你的刀块 这么说 你承认 不是我赵一刀的对手了 对 金可兄 你难道怕他 这种试惊小人 不知对于他鄙视 免得脏了我的剑 赵一刀 你太猖狂了 小子 你是何人 秦武阳 你想做什么 杀了你 哈哈 凭你这副又瘦又小的模样 也敢杀人 哈哈哈哈 我秦武阳 十三岁就开始杀人 杀你 就像崽头猪一样容易 好 今日 就是试试我的刀 千千 李嘉 他打架了 快 哎呦 这个赵一刀可厉害了 以前和人比试过 从来没有输过 哎呀 那个秦武阳也不得了啊 杀人的眼都不眨 他给他们动手了 你别提 我看不见 谁中间了 谁中间了 赵一刀中间了 赵一刀中间了 真厉害 真厉害 秦壮士武艺超群 胆量过人 我等佩服 哦 二位先生是在下宋义 这位是我的朋友夏福 我们都是太子丹的门客 秦壮士的剑术 令夏福我大开眼界 哦 那二位找我秦武阳 有什么事吗 秦壮士 我和夏福受太子丹之托 四处寻找贤士 今日看见秦壮士的身手 才知壮士乃是一个大贤才 不知壮士 肯不肯随我们去见太子 共同为太子效力 好啊 既然太子看得起我秦武阳 我如何不肯 壮士请 二位先生 请 终于又清静了 我说二位大爷 你们还要喝呀 怎么不喝 我刚才教你准备的棺材 弄好了没有 快把这死人弄走 是 免得搅了大爷的酒信 是 金可兄 那太子丹为何收若剑客 管他的 我们只管喝酒 来 你击中 我音唱 我们来一个 一唱一喝 好 仗剑去国戏 浪游八方 金可一边喝酒 一边唱歌 一会儿大笑 一会儿大哭 金可 金可 一会儿大哭 空有一身本事 却 报国无门 他只有借助这种办法 来抒发他亡国的悲伤和怀财不遇的苦闷 再说 推荐财 他推荐了一个叫田光的贤士 这个田光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赫赫有名的剑客 在燕国很有名气 田老先生 如今燕国秦国势不了命 我燕国危在担心 请先生赐个良策救救燕国 太子是想出兵讨伐秦国 让我出谋划策 老先生不要说笑 我燕国的军队 哪能与秦国大军作战 那太子想让我出什么主意 挽救燕国 本太子为此事亲时不安 最好能想要尽快解决此事的主意 哦 我明白了 不知太子记不记得 鲁国的将军曹末 这个不太清楚 当年齐鲁两国交战 齐国强而鲁国弱 连打三仗 鲁国都是大败 鲁庄公迫不得已 与齐桓公会蒙于磕坛之上 准备隔地求和 这时鲁国将军曹末 突然冲到齐桓公的跟前 用匕首架住齐桓公的脖子 逼迫齐桓公交还占领的鲁国土地 齐桓公不得不答应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我手下正好有这样的人 请新生审视 好 我要看看太子的手下是否是真正的勇士 太子丹一心想刺杀秦王 可他招募的三个勇士 是否能够担持重任 天光将招募的三个勇士 停下上 запис订出 地下杖小舟 一本书 从不忘 过去忘买 从见不变是难朝 无关前路 心衰你 不说不过 天天向上的孩子就是高 妈妈 我也要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扣条片 心中学习健康成长 上海日升堂 本品为保健食品 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的是 长天广播连续剧《东周烈国》 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 殃国太子丹 请来殃国极有名气的贤士田光 让田光帮他审视一下秦武阳 宋义 夏福 这三位勇士是否能担当其刺杀秦王的重任 田光见过三个人之后 一再摇头 太子丹不甘心 一定让田光帮忙 找到一位能够担持重任的人 田光就把智勇双全的好友荆轲 推荐给太子丹 金庄师 本太子可把你判来了 荆轲拜见太子殿下 哎 金庄师不必多礼 哎 田光先生怎么没有来 哦 田先生 为了给太子殿下保守机密 自杀了 什么 田先生自杀了 哎呀 田先生 你何苦如此 你死得太冤了 是我害了你 本节目每天二十点三十分 在东方广播电台中播七九二天后 调频一零四点五兆和首播 第二天十二点三十分 在调频九十二点四兆和重播 感谢您的收听 楼整什么 影片早上 你千场多 fast 工人员 给他 物理 归 和宅 癒 孇 中间不变是难愁 不关贤苦心